欢迎回到的频道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我们早上现在来到了表参道 看一下表参道目前人很少的一个状态 身后就是往南青山方向走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我和Tina准备来吃之前心仪很久 但是超难预约的Bills 位于表参道的东极商场里面 我们现在来到商场楼下了 可以看到商场还没有正式的营业 Bills是在商场的七楼 根据电梯的按内信息绕过去 坐电梯直达七楼 到七楼了 我们已经坐进来了 一部分喝的已经上来了 Tina点的喝的是一个咖啡做的很漂亮的拉花的处理 这是一个制制烤的面包上面配着白色的糖霜和黄油 Bills家被称为是世界最好吃的早餐 我也不知道是谁品的 以前Bills家的菜单只是这张白纸 但是现在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通过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在页面上进行点单了 页面点单的好处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图片来进行参照 知道自己想吃的东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Bills真的是超难约 周末的全时段都很难约 今天我们选的是一个工作日 但是10点以后的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趁着能约赶紧约了一下 黄油 里头是椰浆有夹鲜 椰子的味道 没有夹鲜 鉴于面包和马芬蛋糕之间的口感 里头夹着很浓的椰蓉 还有一些炼乳黄油的香味 特别棒 我们会在这一餐结束之后告诉大家 这一餐要花多少钱 这个是他们家最贵的早餐 简单介绍一下 都有什么 这个蛋我觉得不错 蛋 面包 西红柿 培根 肠和这个碗 酥骨骨 酥酥搭配很诱人的感觉 蘑菇好水量 没有放黑胡椒 只有牛奶和盐的味道 但是鸡蛋的味道很香 嗯 好吃 特别嫩 烤过的全麦面包 下面配着黄油 这个吃不了的话可以带着防身 我应该就只能保险 因为我这个看你 我把锅我就吃不了 这个带你吃 我点的是芝麻 香草 奶昔 除了甜之外 芝麻味很香 芝麻打的特别碎 香草的味儿也很 不是特别的冰 特别好 如何 有点像麦当劳的那个 我们好好那个东西 让你说的这么没有质感 面包还没吃完呢 松饼就已经上来了 这个里头是放了一些蜂蜜的黄油 下面是软软的松饼 这个松饼就是他家的本命搭配了 如果来只点一份餐的话 那已经推荐是松饼了 松饼呢是给了三块 两面都煎的焦焦的 还有一块切开的香蕉 这面配的是一个糖浆 如果说两个人来吃的话 那么特别建议是和我和Tina一样的这种搭配 两个人呢 一人吃一半 这样呢 他的这种傲式的特色早餐 和他们家最出名的松饼呢 就都可以尝到了 现在吃我的松饼了 想法给它松蜜黄油打开 看这个松饼特别的鲜软 特别的厚实 嗯 浓浓的奶香味 这个松饼特别的黏的口感 太好吃了 我其实那种吃 原麦的和这种棉的我都喜欢吃 自从我们总区的那家松饼店倒闭了之后 就好久没有吃到这种松软的松饼 六子家还推出了这种两人分享套餐 一份套餐是3300元 这样的话就可以吃我和Tina刚才点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但是还会附赠一个小甜品和两杯喝的 如果说对喝的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 就可以直接点这种两人分享套餐 其实不用预约的话也可以过来排队 运气好的话也可以很早的就会落座了 现在我们吃完了之后呢 里头就有很多的空位了 但是今天是工作日仅供参考 吃完之后呢可以来冬极商场屋顶天台 转一圈溜达溜达 现在是秋天了红叶季节 特别美的红叶就已经开始上色了啊 最后因为追加了一个菠菜汁 所以最后的总价是落在7550日元 再加来吃早餐的话 可以参照我们的点赞内容 谢谢收看我们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